我们把画面拿到了体育科学研究所 通过专业分析软件 艾康伟老师可以计算出这一次杀球的最快球速 通过专用的软件分析系统 视频图像分析系统 因为羽毛球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们采取了高速的 每秒2000帧的拍摄速度来拍摄 普通人杀球 球狸拍的这个速度 它是52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一位完全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余球手 动作看上去也极不标准 但这次杀球的球速 却达到了每小时187公里 这个速度已经轻松超越了 职业棒球和乒乓球选手创造的速度记录 离足球的最快时速也相距不远 普通球友尚且如此 那么轮到职业运动员 杀球的速度又会有多快呢 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 对职业球员张岳祥的杀球速度进行测试 再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之后 张岳祥也挑选出了他自认为最快的一次杀球 进行速度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 张岳祥最快的这次杀球速度 达到了每小时268公里 这个结果已经超越了我们列举的所有项目的最快球速 羽毛球的确称得上是球速最快的运动之一 那么如果是中国头号男双中以杀球建长的傅海峰 他的杀球速度又会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平 我们同样采用了每秒记录2000帧的超高速摄影方式 进行画面捕捉 在欣赏顶级选手完美的杀球动作同时 我们也在期待傅海峰的这次杀球 可以创造一个新的速度记录 优秀运动员他的杀球的最高速度 就是球离开以后的最大速度 可以达到79每秒米 那么相当于是285公里 测试结果是285公里 这个时速几乎超出业余球手100公里 但有些遗憾的是 在这次测试中 傅海峰并没有打破羽毛球球速的世界记录 事实上官方认可的羽毛球最高球速就是由傅海峰在2005年苏迪曼杯上创造的 当时国际雨联第一次在场地上设置测速仪 傅海峰在一次杀球中 球速达到了惊人的每小时332公里 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80公里以上 平均速度超过200公里 而仅靠人体的力量 傅海峰已经将羽毛球的最高时速 接近了机械动能的赛车速度 而羽毛球的最快球速也超越了绝大部分项目的速度 成为挥拍类运动中的速度之王 迄今为止羽毛球球速的最快记录 是由马来西亚的双打高手陈文宏创造的 但他创造记录的地点是在实验场上 当时他的一次杀球被测出时速高达421公里 但由于这个记录不是在正式比赛中创造的 所以没有得到国际羽联的认可 而只是被更具娱乐性的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 我们对一位普通球友王福建 和羽毛球球速世界记录保持者傅海峰 分别进行了球速测试 通过对比分析 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当物体在空气中运动的时候 那么它的阻力跟它的速度的平方 简单讲的话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这个速度越大 它的阻力越大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在将近0.1秒的时候 这普通人杀的球的速度和优秀人员杀球速度 它是趋于一致了 那么在0.1秒左右的时间内呢 他们都是达到了每秒27米左右 两个人如果在如此短的时间后 球速已经一致 那么顶级选手杀球的威力 为什么会远远超出业余球手呢 通过进行两人从杀球到球落地的全程速度分析 我们看到 虽然在0.1秒之后 两人速度相当 但在这0.1秒之内 傅海峰杀出球的飞行距离 远远大于普通球友的 这也许是体育电视史上第一次对球速最快的顶尖选手 和业余爱好者进行速度分析对比 高速摄像机以同样的取景范围拍摄了两人从杀球到球落地的全过程 傅海峰的球初拍时速达到280公里 而业余选手动作的不稳定性此时显现了出来 王福建认为最快的一次杀球 最高时速只有119公里 傅海峰球过往时的速度已经降为147.6公里 比最大速度衰减了将近一半 而王福建球过往时的时速为57.6公里 同样比最大速度衰减了一半 在杀球0.18秒之后 傅海峰的球已经落地 而王福建的球要等待漫长的0.55秒之后 才会落到对方场地 羽毛球它的出手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的速度衰减也很大 那么跟它的线路有很大的关系 优秀运动员它的球速非常大 所以它呈个直线形状 它线路的改变的情况 受空气阻力的影响稍小 普通运动员 它由于它的出手速度 球最大出手速度比较低 所以它呈一个抛物线形状 那么也就是说 它受空气阻力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们测试的条件是从自己的半场 杀球到对方的半场 顶级选手球从出手到落地 只有0.18秒的时间 如果在真实比赛中 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力杀球 对手是几乎不可能把球防守起来的 作为业余爱好者 我们又能从顶级选手完美的技术动作中 学到些什么呢 就不同水平的运动员 他打出来的球的速度不一样 这个是去对你掌握技术 那个人的技巧 同样是羽毛球 你打跟我打 跟专业运动员打 他出球的速度就是不一样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 边打速度的协调性 那么羽毛球 他这个 决定他最后出球的那个速度 就是看你挥拍边打的这个拍速 击球之前 运动员会大幅度的挥拍 然后像抽鞭子一样 把球抽击出去 我们把这样的动作 称为边打动作 特别是在那个起跳前 杀球那一下 这个球是最快嘛 那么这一下子 你要把这个力传递上去 从踝关节 膝关节 腰关节 这些都能够 最后传递给挥拍的速度 传递力量 传递它这个 建立它这个速度的最后的 那个速度 那么这个建立过程 效果的好坏 它有两个 一个因素就是说 你在做准备的时候的 握拍跟这个手的整个的关节 都要比较松 比较自然比较松 你如果说这个肌肉就很紧张的话 那么这个速度 传递就损失很大 那么很多业余选手 就是因为这个太紧 握拍准备的时候 整个挥拍 整个传递 它都这个效率是没有的 高水平的运动员的时候 准备动作是非常松的 所以它整个传递效率就比较高 然后在机球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又要求 握拍要握得很紧 这样这个传递效果 到最后会采用的最好 那么业余的话又会反过来 前面都很紧 到最后的话又握得不紧 所以这个效率就会差很远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测试分析 能对你提高自身技术动作 有所帮助 从而体会到自己杀球速度 不断提升的成就感 不断提高自身技术动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